那我剛剛想再補充一下新黨這個路線的這個問題 其實新黨歷來他們從這個反黑金嘛 反立反黑金到走到現在為止 統一當然就是他們的一個很執著的一個理念 曾經有碰到那個新黨的市議員 我說你們新黨你們升藍的 他說沒有我是紅的 還有另外一位新黨的市議員 他上一個中央台的這樣的一個節目裡面 甚至有其他來賓聽到說 他說我們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就是說你這個已經不是單一的只是想統一 或者說我們只用顏色去概括他了 其實新黨這個綜合體就跟我們去看到 就是說剛剛玉蓬提到一個觀點 就是馬英九很多人叫他馬桶嘛 綠營的常常扣這個帽子給他 他說他是終極統一派 其實我也看他是一個標榜統一的一個人 只是他現在要選舉要連任 或是當初08年要選舉 他就必須要有一個兩岸理想是極大化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選民投票他不是只是選擇意識形態的 他不是說只是 不然的話 那個綠營為什麼還 蔡英文還有三成多的 接近四成的一個支持度呢 他兩岸他也搞不清楚他是什麼顏色的 他以前還國民黨抵過來的 民進黨很多黨說自己講國民黨對 那為什麼可以拚出來一個三成多的一個支持度 就是有時候選民投票 他不是只是看你的路線跟那個顏色而已 不然老宋一定講說那統我也是統的 只是說親民黨又跟新黨又不一樣 所以在台灣選舉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看到其實最近的對於國民黨主席 馬英九來講呢 他真的是蠟燭兩頭燒了 因為我們看呢包括親民黨 現在堅持還是在立委的部分不退讓 那新黨呢也要來推著人選 那我們另外要看看就是現在呢 整個公共政策的部分 六欽又在大火燒出了一堆問題 那麼一年都已經發生過七次的這個大火了 地方到中央了 都已經覺得實在是受不了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報導 台宿六欽接連大火實在棘手 吳敦義把發言權交給經濟部 馬總統沒有公開發表言論 但這把火成了壓垮台宿高層 最後一根稻草 也聊起麥聊民眾心中怒火 總統府行政院哪能做事不管 30號凌晨起火 也成了台宿一年之中第七次火災 馬總統隔天早上9點鐘 立刻打電話給吳敦義 下午召開跨部門會議 期間吳敦義還頻頻說痛心痛心 府院在30個小時之內緊急完成滅火動作 而到了晚上7點鐘 立即做出四大結論 要求台宿其他場所和設備 也要全面一起停工 接受檢查 賣療工業區內整個台宿集團 可能有非常多的公司 其餘的生產設備跟場所 並須於一年內分期分批 全面停工檢查 府院大動作從上到下迅速做出回應 就是希望能夠稍稍平息 賣療民眾不滿心情 專線轉網書迷SN小組台北裁縫報導 好 當然很多的事情都要算到馬總統的頭上 我們看看這邊有一張手板 所謂的蠟燭兩頭燒什麼意思呢 先如果談選情 親民黨你看2012選舉說不缺席 新黨投入立委選戰 再來泛藍第二代出走成立鐵三角 國民黨不分區名單到現在還沒交出 國內內政的危機看到很多週末 白玫瑰三度上街頭抗議 剛剛看到您看 六親一年可以燒七次大火 外交部出包不斷 包括使節會議 還有秦日昕 他的個人的一個爭議 以及國防部軍紀鬆散 還包括像浪費公帑 對美軍售 這些人 這個公務員 這個花錢 浪費錢 馬上也都是批 批批批 然後甚至還批這個馬總統 是所謂的米酒總統 因為他是心心念念的 一直在談這個米酒降價了 他希望能夠讓大家感覺到的 不是所謂的無感復甦 而是有感復甦 所以他就以這個米酒為例 來 香樓你的意見呢 剛列的那些 如果就會讓他兩頭燒的話 那這個總統真的就不適格 就遜了 那些收跨事情 哪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 不需要面對這些事情 在黨的挑戰 內部的分裂 國會的掣肘 或者三部 所爆發出來的行政部門 或者說來自於民間 財團等等的要脅或意外 這是經常性發生的問題 剛已經提到米酒 我覺得米酒是大事情 那因為那大事情 不在於說一瓶米酒降到25塊 東西降價不是總統喊 又不是以前帝王時代說 你給我降就降 也不是公賣 你要降 所以就要經過國際談判 今天在批評這件事情 或者揶揄這件事情 刻意用輕描淡寫的方式 這稍微是公賣局長 公賣局長你以前呢 那為什麼2000年之前 你李登輝沒有辦法降 公賣局長把米酒壓在那個價位呢 為什麼就會漲到 今天的180幾塊呢 如果這麼簡單的話 蔡英文在當行政院副院長 在民進黨組隔8年期間裡面 有6年7年時間在當官 為什麼米酒降不下來呢 沒有這麼的簡單 就是在看待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你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馬英九今天所遇到的事情 嘟嘟啊後而已啦 將來的事情只會多不會少 我只在看你說你處理的怎麼樣 上面的部分是政治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是政策的部分 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老實說政治的部分來講 不想深究但是處理不好 那基本上面你要自食惡果 馬英九今天面對到藍軍內部的 各種的挑釁分裂 甚至於基本上面 現在很多的藍軍內部的分裂 他都是不好意思喊出來 那種反馬的情緒 其實底層都是用反馬的情緒 就是一種反馬的力量 藉著選舉當中 也許是拿喬 也許是發洩 總而言之就對你馬英九不滿 那個是馬英九失敗的地方 政策層面上面來講 秦日欣的問題是個人的問題 秦日欣並不是今天才出問題 在民進黨時代就已經被檢討過了 好那你說我們今天政策上面 是延續的 個人的問題 就不需要放大到國家 國家層面 也不需要把一個人 當作是一個體制的崩壞 我比較在乎的是說 如果你要談外交 那我很想講 過去三年裡面 我們從來不再擔心斷交的問題 從來不再需要拿錢去做 凱則外交 你說不滿 我們覺得都是老公 給我們的包容 那沒關係 2012年之後大家再來看一看 那個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我們剛剛在談的問題裡面 有一點我不突不快 這就是每次大家都講到 國會亂 在目前台灣的政治 跟媒體的環境之下 國會是一定亂的 他不亂 或者沒有像以前這麼亂 也會被講得非常非常亂 長時間以來 我認為立法部門 雖然個別的委員之間 是有些差異的 可是整體來講 我認為現在的國會的素質 比過去好 而國會現在的品質 不管是在朝的 或者是在野的 整體委員的素質 都比過去好 那你說亂一定要 一定要大家三黨 不過班 或怎麼樣嗎 最亂的時代 當國民黨都還是 老國代在 老立委在把持的時候 民進黨只要三五個 就已經非常非常亂了 換句話說你今天 基本上亂或不亂 是訴求上面的問題 是你個別委員品質的問題 但是長時間 我們用那種 國會很亂 我最近碰到一些人 他們在很持平的 在看現在的 現在立法委員的 這樣一個問真品質 他們覺得 現在的立法委員 比過去要認證多 專業性 也比過去提高很多 薛成也同意 一直猛點頭 我覺得最少這個是 加上很多的 評鑑制度的進行 現在是可訴諸公平的時代 比過去吃大鍋飯的 那種的時代 不可同日而餘 所以我覺得 當你說國會很亂 很爛的時候 我一再強調 今天如果你覺得 哪一個國會很亂 請你說哪一個委員很亂 哪一個黨很亂 你今天說媒體很爛 請你說哪一個媒體很爛 講清楚之後 就像劉文雄今天講的 要引用親民黨的話 請具名 到底是誰講的 這時候大家去對話 才有意義 那如果漫談的方式 我覺得就免了吧 好師承等一下再聽聽你的意見 我們剛剛講到馬總統 這個當一到選舉年的時候 那當然對於這個施政者來講的話 很容易就什麼呢 落而口實 變成劍拔 那剛才我們在談到的 許多這個政策 那麼現在在IP 那麼認為說 馬總統其實做得不夠好 然後很多的事情都說 都是因為馬政府的施政 效能不彰 稍後來我們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賢羽 2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